城权的风波终于是在时刻也落幕了 那原本蒋家第四代蒋有梅呢 状告审慎蒋方质疑 擅自将梁蒋日记交给了胡佛研究所保管 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权益 但是因为日前蒋方质疑承认 梁蒋日记为共同继承人所有 因此蒋有梅决定撤稿 梁蒋日记继承权争议吵得沸沸扬扬 蒋家第四代蒋有梅不满审慎蒋方质疑 擅自将梁蒋日记交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保管 因此一状告上法院 但日前法院才刚开庭审理 蒋有梅又突然未由律师撤告 蒋有梅发表声明表示 蒋方质疑的委任律师已经在庭讯中表示 不争承梁蒋日记为全体继承人共同工友 因此没有继续进行诉讼的必要 同不同意我要等蒋方委员回来跟他讨论 那基本上那个撤告 主要就是考虑希望以后不要再告了 梁蒋日记继承权争议暂时落幕 蒋家也会尽快安排所有共同继承人到美国 重新跟胡佛研究所换约 我建议他们个别有空的时间 个别去圈 把九个人圈起来 他的效率跟九个一起去圈是一样的 蒋家第四代撞告第三代 曾经被媒体形容为家属内讧 如今随着蒋有梅的撤告 也终于让这件家族争夺继承权的器皿 暂时平息 澳亚卫视网小池林俊峰台北报道